在全球的趨勢, 越來越多投資是在 responsible investment 和 ESG 有關 是數以千億或者萬億美元的投資是要關注這方面 另外實際上我們做過的研究對14個行業來說 尤其在環境方面, 直接影響到他們的還款能力和信用信用風險 現在你見到很多消費者都會比較關注環保的產品 或者供應鏈上有沒有跟隨一些要求 例如 labor slavery 之類的東西 另外在汽車行業尤其我們看到, 在幾方面都影響到 第一,現在開始因為要減排, 我會預計將來越來越多 電動車或者其他減排的車輛會出現 所以如果一個汽車公司, 他不在這方面作出一些研究或者投資 未來他的競爭力會有影響, 自然就會影響到他的信用評級 因為氣候軟化或者轉變, 是對他們有個國家的財政收入經濟會有影響 也會影響到他的評級 例如一些島國, 我們見到好像巴哈馬, 飛濟等 因為氣候轉變, 可能水平件上升, 已經對他們經濟有直接影響 所以我們可能在一個評級裏面, 都考慮了這些挑戰 我們的做法就是希望, 將這些風險, 量化到知者去知道 當然我亦都強調, 它不是評級的唯一考慮 但成為一個越來越重要的考慮 還有呢, 評級始終有不限性 我們可能大約都是考慮到未來兩三年的風險 但我們很清楚, 可能 ESG 大內風險的影響 是數以十年, 一百年計的 但評級的影響, 目前來說, 我們可能是比較明顯 看到未來兩三年, 亦都會是隨著時間的影響 我們可能將這些因素, 不同的變化, 會考慮在我們評級裏面 我想關鍵就是, 評級其實在一些 ESG 的因素 已經是成為一個影響到投資決定, 或者評級的一個因素 我們已經提到一年了 我們會解決定, 我們有喔,來 iterationon